美琪桥 高山寺在阿瞻坎潘的领导下,渐渐发展成道风蓬勃的道场,男女出家二众皆专精禅修。阿瞻坎潘曾经在阿瞻勺坐下参学好几年,因此宗峰与这位佛教尊素一致,寺院注重以团体和合为重,彼此之间融洽共处。 每天清晨,僧人安静步行进入村子脱坡的景观,令人油然升起敬仰之心。 美琪则留在寺院,聚在露天的厨房煮饭和做一些简单的菜肴,新增到僧众托回来的食物中。 村民在寺院门口搭了长凳,僧人回来时,美琪会站在这里,把准备好的食物放入他们的锅里。 进到寺院,分配好食物之后,僧众在大殿,根据安居年份多寡依序坐下,诵经祝福之后默默用斋。 美琪在接受诵经祝福之后,回到他们的住处,同样按照出家棉子坐好,默默的用斋。 饭食完毕,男众各自洗拨,抹干,套上拨套,整齐放好。 女众则洗碗碟和炊具,把东西收拾整齐,厨房打扫干净。 早上作物完毕,注重各自回去偏僻处的小茅舍,精行或坐禅。 他们在森林里待到下午四点就回寺院,开始下半天的劳务,首先是打扫地面,扫干净了就一起去附近的水池集水, 装满各个水瓮,饮用的,洗脚的,洗泼和炊具的,等等。 忙完之后简单淋浴再继续禅修。 如果当晚没有会议,就持续用功到深夜才休息。 阿詹坎潘通常每周召集常驻聚会一次,在寨戒日傍晚召开。 大众先一起诵经,念诵记诵赞叹三宝,做完晚课,阿詹坎潘给雨禅修开示,激励大家用功半道。 讲演之后,回答弟子们的疑惑和问题,指导他们如何继续修行。 在其他日子里,如果有人遇到急迫的问题,也可以在适当的时间找他解决。 在修行上,阿詹坎潘身受弟子恭敬,他温文有礼,待人正直诚恳,处世稳重踏实。 禅修和持戒的成就,显示他内心处于真正的平静祥和。 他精通正入不同的身定,对各种各样的境界经验丰富。 从这个角度而言,他的禅修功夫跟美琪桥的天赋相应,他的心自由出入甚深三摩地,平静跟许多心灵领域的众生接触。 因此能够指导美琪桥,怎么应对各种特殊的禅定境界,美琪桥在这方面受益良多,非常感激他的教会。 祝高山这几年,美琪桥在禅修上大有收获,每一次进入新的心灵领域,都让他更了解这个肉眼看不见的世界。 在阿詹坎潘的指点下,美琪桥加强能力,接触许多常人觉知不到,低下维系的非人世界,并且了解那里的各种现象。 他体验到各种多姿多彩的境界,乐此不疲地探索心灵世界。 令他惊讶的是,有好些鬼的社会跟人的社会接近,有领袖管理整个社群,监督群体活动,同时设法保持大众的和谐,跟漂泊的孤魂野鬼完全不同。 有些众生曾经累积许多功德,但是由于过去世的恶报现前,耳朵入鬼道,然而,他们还保持着前世善良的性格,因此有大威士,能以德服众。 其他没有积德的鬼,则敬畏有德行有权威的鬼,受其领导。 在鬼道的社会,一个鬼单平善的力量,就能掌管一整个大群体,印证了善行的果报,必然比恶行的果报有利的道理。 美琪桥也发现,鬼的社会不是以群体或者阶级分隔,而是严格根据各自显现的某些果报,分尊卑次序,因此没有人类社会般的歧视。 他们生活的情况,还有在社会上的地位,都与过去所造的叶相应。 偶尔,鬼的头目会带领美琪桥参观他的地盘,解释给他听,不同鬼的生活情况。 鬼的世界也有流氓存在,这些惹麻烦的流氓被集中关在一起,那个德方人类会称作监牢。 鬼头目强调,观起来的都是阴险卑鄙,过度干扰其他鬼的家伙,根据他们的罪行受惩罚。 至于行为良好的鬼,则按照各自的夜报过正常生活。 那个头目也提醒美琪,鬼,这个词是人类的命名,他们其实只不过是宇宙间各种友情的一种,是根据他们夜报存在的一种意识生命形态。 美琪桥透过禅定,体验到许许多多不同层次的世界,有时他的神世会离开身体,漫游至天界,或者不同层次的犯天界。 天界的心事,是另一种受业力法则支配的众生,他拜会过各种天人,这些微妙的友情由于过去善业的果报成熟, 生活在快乐幸福的环境中,活在越高的天界就越微妙。 他也遇过地居天,这些发光的天人,由于与这块土地有深厚的因缘,因此投生在地面,住在森林,果园,树上等。 虽然人类的肉眼无法看见,但是美琪桥的天眼却可以清楚看到天人。 他认为天道是知足的众生,他们生活幸福,经常享受感官欲乐,这是他们过去是做人时不失,持戒和修禅定累积的福报。 这些善业让他们生天,过着美好的生活受用种种欲乐。 尽管天人有种种福报,但缺乏积极向上的个性,使他们不太可能努力修缮,来增长他们的寿命。 所以一旦福报耗尽,他们愿下生人间,希望善良的个性发挥功用,继续修缮累积福德。 跟困在恶性循环,遭受悲惨报应的鬼相反,天道众生享受善的果报。 无论如何,有一件是天人跟其他众生一样,他们由于情职的包袱而轮回不息,看不到解决的方法。 有一点要强调的是,这些天道鬼道等等,是心灵的领域,不是物理空间。 因此,当说到天道比较高尚,比较为妙,鬼道相对而言低下,是指心事的高低,不要误解为物理空间的高低。 向上,向下都只是世俗的语言,指色深的移动,意识的流向跟这些内涵不一样,意识流的维系动向超越世俗的比较。 物理的上下移动需要出力,心趋向比较高或低的意识领域不必用力,高低只是比喻。 当说到天人和泛天是从下到上一层层的世界时,不应该照字面的意思理解为,好像一座几层楼的建筑物那样,由低到高。 这些天界是意识层次的存在,向上是指心的意象,把心的意识流调到到某个更维系层次的波段。 所以向上是比喻,是心的意象,心透过修习不失,持戒和禅定,培养出这类调整意识流向的能力。 我们说地域在下面,不是指物理空间的下面,而是心调到某个心灵的目的地。 那些有能力看到天堂和地狱的人,是依靠心内在的功能做到这点。 对深入三魔地奥秘的产者而言,心灵交流跟一般日常经验没有区别。 讯息的要点从意识流中升起,透过心灵语言以完整的概念传达出去,接受的人可以清晰地了解内容,就如同用普通语言沟通一样。 每一波的意念流都直接从内心发送出去,同时传达出去的,还包括心的真正感受和精确的意思,因此不必进一步厘清解释。 日常语言虽然也是心的媒介,但是无法表达内心真正的感受,难以精确地传达内容,所以很容易引起误解。 新对新的直接交流则没有这样的偏差。